大家好,我是老宅 今天带大家来农村里面转一转 看看真实的安徽农村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村庄在我们这里规模算蛮大的 目测有三四十户 而且也是经过改造了 一眼看过去,墙刷的都非常白啊 村口的池塘这边,全部都用这个栅栏围起来了 旁边就是修的步道 还有这个路灯 太阳能路灯 可以说改造的非常漂亮 再配合前面这些青砖带瓦的房子 这幅画面看起来田园风光,非常美啊 那边就是菜园 下面就是稻田 我们这边稻田也都是像这样的,一小块一小块的 也算是丘陵地带吧 看着人家家里面鸡、鹅都是在这个网里面圈养 这样的话不会跑到外面来在路上拉屎 随处可见的墙上彩绘贴纸 爱护乡村环境共建美好家园 可以看一下每一家屋后面都一大片的菜园 而且像这样的步道一直去到家门口 这条件太好了 这边还有几位叔叔在干活 前面也有叔叔阿姨都在干活 都是老年人 现在农村就是这样 年轻人几乎看不到 这么很多条件 也就是剩下老人在农村养老了 这块菜园还没开荒出来 这位阿姨正在挖 村子还通公交车 这个底站就是我们镇的公交站 X209 这条是村子里面主要的一条街道 这边两位阿姨在家门口聊天 你看到的都是老年人 门口也停了一些车子 按理说应该也有一些年轻人 但是几乎看不到 这边还有商店 公交车 还有一家家庭手工作坊 这家是超市 路口这边还有一家超市 走在这样一条乡间步道上面 欣赏着这一幅田园风光 可以说心情也是非常的舒畅 现在的农村一方面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生活环境也越来越美了 但那一方面 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基本上沦为了养老院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觉得乡村振兴 你需要做到三点 一个是老有所养 一个是幼有所长 一个是壮有所用 现在基本上老有所养 算是做到了 但是幼有所长和壮有所用 这还是需要继续努力 尤其是在农村的教育方面 应该要投入更多 让农村的孩子 跟城里的孩子上学一样 拥有一样的条件 试资教育资源各方面 这样的话 也会吸引一部分年轻人 留下来 因为很多年轻人 用孩子的教育 选择到城里去 这也都是没办法 再也就是要大力推动 农村农业产业化的推进 最主要是让年轻人 在农村能挣到钱 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不挣钱的话 谁愿意留下来呢 是不是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见解 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谢谢收看 再见